我终于知道这游戏该怎么玩了 被猛鬼乱杀了无数次之后 我误了 一切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 猛鬼挠门叔叔很猛是吧 那我只能比你更猛 发育初期在每秒四到八斤的时候 就早早的把九台炮塔加好了 因为炮塔巨额的花费 导致这时候相当于其他人而言 你的金币获取速度和防御是非常薄弱的 然而偏偏这时就被猛鬼盯上了怎么办 大可不必着急 初期就有三四级的鬼杀害都是非常低的 我们只要四拼八碗从中不过的继续升级炮塔 给鬼子造成极大的心理威慑 以至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鬼子根本不敢靠近你的房间 这时候你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 安静的攒机并发育经济系统了 当收入达到每秒32斤 且炮塔升级为铲子炮的时候 重点来了 用最快的速度尽叫三到四个发门游戏 因为接下来的经济内循环和升级都铺垫 这时候鬼来了我们丝毫不慌 九重炮塔的价值下甚至不需要升级大门 只是修复一下就可以再次罚鬼击退 紧急着再给炮塔全部升级一遍 然后发育经济系统 我们用游戏机发出的电机都尽可能多得同化 因为这玩意儿性价比实在太高 每秒八级 但是不要计算太多 四个就足够了 记得在这之前把游戏机也升级一下 不然获得电力的速度太满 当所有基础都打好后 接下来的游戏就非常简单了 鬼子来就升级大门 鬼子走就升级经济系统 武器系统 按照这个规律下雪 即便是没有门都可以撑到银 有门的话 鬼子的等级增加速度 都赶不上炮台的升级速度 目前游戏还处于测试中 想完的朋友可以去好游开爆搜索 门鬼宿舍 直接下载试玩 你配到出息的话 可千万别当鬼子哦